政治焦点来关心 禁电室股东裴伟 被立委爆出英党 勤抚院士压NCC 透过禁电室执照申请案 那日前他声称 录音党被卫造剪接 不过今天呢 他上广播节目专访的时候 改口说录音党 可能是股东会后闲聊内容 自己为了安抚股东 说话才会有点碰轰 也强调绝对没有直达天听 但是呢 时代力量立委陈娇华 则是反批裴伟说法 一变再变 是否是为了袒护府院的 党政高层呢 我并没有做 这些你所谓那么厉害的直达天听 青山广播节目 呈现自己无法直达天听 禁电室大股东裴伟急灭火 因为近日遭立委公布录音党 疑私请府院施压NCC 尽速通过禁电室执照申请案 其实股东是非常非常的不安的 所以就问说 目前申请的状况怎么样啊 那我就会说 做一些努力 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让股东安心 所以里面有些东西 也许也许有些碰红 还原录音党内容 可能是股东会后闲聊 裴伟还坦承自己为了安抚股东 把话说大了 应该我讲过头了 对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事实 我只能强调说 我们从来不会去跟NCC的委员联络 我们也不会跟服务院高层联络 这个是我们应有的分级 但裴伟这番碰红说 让介入录音党的实力立委陈娇华 临时开记者会 炮红他说法一变再变 事关服务院清白 陈娇华也想问 那苏奎会出手吗 裴伟公然承认散布假讯席 诈骗股东 那一下痛恨假讯席的苏贞昌院长 要不要就范 今天是上架争议 一波未平 一波有期 这次学学校人生还被报道 这次学校人生还被报道